马克龙被掌握了 场面有些欢乐 西斯泽是悲凉 对于总统被掌握一事 法国总理卡斯泰表示 这起事件是对民主的侮辱 我倒觉得 这不是对民主的侮辱 恰恰相反 这是对民主的肯定 老百姓不爽了 是可以打总统的 至此问题来了 打总统的人是谁 为什么要打总统 不急 容我慢慢掰扯 先说打总统的人是谁 这个问题就回到帖子开头的那句话上了 西斯泽是悲凉 为什么会悲凉呢 因为打人的人在动手前 高呼保亡党的战斗口号 法国保亡党指的是保卫王权的政治势力 法国的革命历史 就是保亡党和革命派的反复斗争 这货为什么要打总统呢 想来肯定是心里憋屈的想发泄 就像当年奥朗 德被人泼了一眼面粉 希拉克被吐了一眼口水 以及马克龙还没当上总统前 被人脑袋上砸了一颗鸡蛋一样一样的 保亡党打马克龙 对此我的理解是 相当于美国的红脖子打了拜登 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是民众对政府失望至极 还记得4月21日发生的事吗 一千多名法国官兵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直接向马克龙喊话 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现在我们再也不可能保持沉默 法国已经在内战边缘一触即发 为了国家的生存 很多同胞们在非洲 中东 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 但在法国国内 伊斯兰极端主义和郊区刁民正在分裂国家 试图让法国变成屈服于违宪教条的领土 我估计山马克龙耳光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说当年的保王党想的只是如何保卫王权 现在的保王党想的 则是如何保卫法国人的法国 一群无比热爱这个国家的人 得是对自己的国家多么的失望甚至是绝望 才会愤怒到掌握自己的总统 这种悲凉 一些读者是深有体会的 大家想得到不是掌握总统 而是掌握城市中之流的 可能马克龙自己估计都没想到 6月8日一次很普通的亲民行动 最后他却被狠狠打了一击耳光 一切似乎也都没什么征兆 当地官员说 总共有两人被逮捕 还在接受审讯 他们的动机仍然不明 倒是马克龙淡化了这一突发事件 对于自己公开场合挨耳光 他的说法是 我做得很好 我认为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但事情真这么简单吗 第一 打低是马克龙的脸但反应却完全相反 光天化日之下 法国总统被民众狠狠打了一耳光 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当事人马克龙可以表现大度 但这种行为还是遭到法国政界人士的一片谴责 哪怕是极右的勒庞也说 他是马克龙的第一个反对派 可以和马克龙辩论 但任何人没有权利对他打耳光 但很吊诡的是 正他一片谴责 但网络上却是一片较好 怎么说呢 也可以说存在一片利器吧 第二 利器背后是法国和西方的撕裂 年轻的马克龙给法国政坛带来了变化 这有无公睹 但法国社会的撕裂 对政府的不满 也不是不正的事实 前两年的黄马甲事件 就让马克龙很是狼狈 抗议运动最高潮时 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的标题 就是生病之国 图面中央是笼罩在崔雷瓦斯中的凯旋门 一大群身穿黄马甲的抗议者 正在和法国警方激战 法国生病了 美国人却还落井下石 反正黄马甲运动高涨 当时的特朗普还不忘送上特殊关怀 发推说 我很高兴 我的朋友马克龙 巴黎抗议群众同意我以前所做的结论 第三 在指点他国的时候还是多想想法国吧 6月8日 马克龙终身难忘的一天 打法国总统耳光 肯定是暴力行为完全不可取 也必然会遭到法律的惩罚 但这样的场景 马克龙或许也应该深思 当指点其他国家 这个不好那个不是的时候 是不是要多考虑考虑法国自己 多想想法国人的不满 多想想法国社会的撕裂 怎么凝聚起法国人的心 不然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季而光 这打在法国总统的脸上 其实也是打在法国的脸上 这一天马克龙与他的马克龙主义 也突然火了 打他的人同时高喊打倒马克龙主义 法国总统当场被打 本身就吸引眼球 至于被打的原因 不用警察调查 掌国的人主动喊出来了 所以言代他的马克龙主义也同时火了 也就是说 掌国不是个人冤仇 而是政治观点不从引爆的冲突 马克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来说 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 不愿受任何权威束缚的人 在爱情上 他敢于挑战世俗 娶了大他24岁的高中法文老师布利奇特 同时也是大他2岁同学的母亲 一位拥有三个孩子的母亲 这并不是他头脑发热 而是高中时代就结下的情缘 我会回来娶你的 说出这句话是马克龙才17岁 2007年马克龙儿立之年时 兑现了他的爱情承诺 娶了54岁的高中老师 而且马克龙始至不渝 有情有义 39岁当选法国总统时 马克龙并没有当陈世美 而是携手63岁的高中老师走进爱丽社工 让他当了法国第一夫人 法国人在爱情上的浪漫 在马克龙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其次马克龙在事业上走得顺风顺水 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马克龙出生于书香门第 父亲是大学老师 母亲是社会保障局的医学顾问 在政治观点上 马克龙有深深的带高了情节 那就是一心想重振法国 重振欧洲 我们知道 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 是美国和苏联为两极的冷战世界 苏联解体后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欧洲诸国实际上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 但是处于美国的从属地位 德国法国这些以前的大国是心有不甘的 欧盟的成立 实际上的内涵是欧洲列强 试图挣脱美国的控制 抱团取暖 让欧洲人重新管理欧洲 而不是受美国的束缚 几乎是每一个欧洲政治强人的愿望 默克尔如此 马克龙亦如此 美国的霸权不止中国人反对 俄罗斯人反对 欧洲的 法国 德国也不痛快 只不过法的这些国家出于盟友的面子 以及经济 军事实力与美国的悬殊不便撕破脸罢了 马克龙深受中国的影响 确切地说 他深受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他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 曾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位毛主义者 马克龙对中国的发展赞不绝口 对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更是赞誉有加 他说只有向中国学习 美国才会尊重我们 马克龙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法国在外交路线上经常怒对美国 在欧洲世界里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对于冷战的产物北约 马克龙深表忧虑 法国虽是北约的一分子 但马克龙认为北约正在经历脑死亡 全球政治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马克龙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悲观的判断 并非因为他有意背叛北约 而是他知道其中的内幕太多了 2020年及2021年的新冠疫情 是对各国治理能力的大考 在这次大考中 中国拔得头筹 不但以14亿人口的体量战胜了疫情 还援助了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中国取得的优异成绩 马克龙表示 中国让我们感到有点丢脸 而他给出的办法是 必须超越华盛顿共识 打造一个更加专注于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 马克龙挨了打 但福西霍所福 霍西福所以 更因为他的挨打 才让他的马克龙主义大白于天下 耳光并不能解决问题 流氓只是暂时赢得快感 1964年 戴高乐和毛主席以超凡的战略眼光 依然做出中法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 相信戴高乐的继任者马克龙总统 必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带领法国走出新冠疫情带来的困境 为法国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会驻得起来的